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有些地方却超出了这个界限 有些人与狗狗有着爱情 跨越了物种 而且很多人都赞同这样的做法 虽然世界很大任何事情都有着发生的可能 但是这样还是打破了我们的认知 不理解这样的行为 不过的确是真实的发生过的 就比如在印度 有一位18岁的女子嫁给了流浪狗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嫁给了狗呢 玛格丽梦出生在印度一个偏远小山村 也正因为这里比较偏僻 而且信奉的是印度教 让他们这里不仅生活艰苦思想保守 而且还保留着以前的那些传统思想 于是这样的陋习就在这里得到了传承 也正因为这样的陋习 玛格丽梦一出生的时候就接受了她的命运 当时她刚出生的时候 就被当地的人认为身上带着厄运 如果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还会连累自己的亲人 更严重的是连累全村的人 对于她来说 其实这是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很多人就想说为何不掌控自己的命运 为何不反抗 但是那些人不明白的是 玛格丽梦根本没有办法去做 有心无力 因为她好不容易已经熬到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的时候 以为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以去找自己的一中人 但此时全村人都不同意 甚至家人也不同意 他们觉得如果嫁人了 就只能给别人带来厄运 所以也没有人愿意去靠近她 玛格丽梦无奈地听从家人的意见 选择了解除的办法 但是当她听到办法是要和公狗结婚的时候 一下惊慌失措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过了几天 她也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她以为会找一家家养的狗 但是当地人认为 只能找到无主的狗才能真正驱除厄运 如果找了家养的狗就对狗狗的主人不好 最后通过家人还有村子的人寻找 玛格丽梦就与公狗正式举行了婚礼 在当天的时候 全村人都出动了 可见他们对这场婚礼的重视程度 因为他们认为要举办正常的婚礼 才能达到效果 所以在当天的时候 不仅给公狗准备了彩礼 为她身披嫁衣 涂红额头 给新娘定制服装 而且还放了歌曲 还有得高望重的长老 给他们举办仪式 随后就去摸这条狗 当这些仪式举办完之后 他们就被送到了洞房 此时的村民还带着酒 互相敬酒说笑 表达他们的美好祝福 也只有这样 他们认为 玛格丽梦的身上就没有了厄运 就开始正常地对待她 这些看热闹 仇办这一切的人 不知道是 正是因为这样传统习俗 让玛格丽梦受到了伤害 强迫一个女孩 嫁给一条流浪狗 造成这样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 女孩身上有着这样的业障 因为牙齿的顺序不好 就被认为是带着厄运的 我去查了资料之后才明白 在印度的恰尔可汗 有一个很奇葩的部落 这个部落的名字就叫桑萨尔 也就是女孩所待的地方 这个村子一直信仰着印度教 其中印度的种姓制度 就来源于印度教 也正因为这样的种姓制度 有着歧视的现象 虽然在印度官方层面 已经废除了种姓制度 但是在印度农村 依旧存在着血统上的差别 假如受到天灾的时候 贱民还是会受到歧视 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 就像是在2008年的8月 印度比哈尔邦的阿拉里亚发生水灾 然而由于阿拉里亚为建民的集中地 灾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协助 令大量灾民死于水灾当中 而且还有一份数据表示 在2001年的时候 印度全国平均十字率达到了63% 低种姓的十字率只有55% 之外在印度女性的地位 又比男性的地位低 特别是社会生活各方面相对于男性 他们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还有挑剔 综合这几方面的因素 可见种姓制度还是依旧对农村有着巨大的影响 也因为如此 有些女人小时候牙齿顺序不好 或者是长牙的时候 最先长出来的牙齿是上牙 她们就被认为是天生带着厄运的 也就是天煞孤星 在印度人的认知当中 这样是会有着霉运 所以部落中的男人是不能娶回家当老婆的 因为他们认为 女子的厄运是会传给自己的丈夫 而这个时候 人们想到了替男人承接厄运的动物 就是狗 这些女人人生就会迎接第一场婚礼 第一任新郎就是一条狗 村子里的人还会举办一个跟人一样的婚礼 流程规模都是很严肃的 因为那些部落里的人坚信只有这样 厄运才会被狗承载 这样女子才能以洁净的灵魂 嫁给她未来真正的人类丈夫 这种事情一旦发生 是由不得女孩子愿不愿意 她们都会被强制进行 这也足可见女性的地位是如何了 还有据新闻报道 在印度西梦拉加邦 有一位九岁的女孩 在父母和一百名客人在场的情况之下 与一只狗举行了婚礼 这个女孩叫卡纳莫里哈斯达 因为与狗结婚是当地的古老传统 所以就与狗举办了婚礼 以后就能够正常地与其他人结婚 虽然我们觉得很荒谬 但是在当地人眼中 她们认为女子的牙齿不整齐 就是很严重的 而且我们看这个部落的历史 这也是她们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和观念 所以我们也无法说什么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女孩子 都会经历这个遭遇 但是我们知道 纵然是为了摆脱厄运 但和一条狗举行一场 人尽皆知的盛大婚礼 也绝对不是女孩子想要的 所以结婚的时候 女孩子一般都不会有发自内心的笑容 但是由于传统的习俗又不得不配合 当然了 印度这样的习俗我们是不值得提倡 但是对于她们而言 这是一种文化 我们可以尊重 但是不值得研究 毕竟这种习俗不符合常理 而且这也是女性地位低下的一种表现 所以这种女人和狗结婚的事情 在印度出现 还是源于她们的文化和传统思想 我们还是要理性去看待 不过如果她们能够接受现代的文明 就会发现这样的习俗 只不过是陋习 还是一种落后的表现 可能也是因为她们的村庄偏远 人们根本无法接触外面的世界 所以才会让这样的风俗流传和发展下去 也没有人提出质疑 因为在她们的认知当中 认为这样就是对的 这样的思想已经在她们头脑里根深蒂固了 我们从印度发生的这件事 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 每个地方都有着不同的民俗文化 但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应该要改变落伍的观念 要根据现代科技 现代文明 将旧的文化改造 这样才利于我们的发展 优秀的文化就能够保存下来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